友邦我都拎了頭 為什麼升那麼多 因為其實你知道我向來說我審慎 審慎當中甚至有些是看得特別淡的 友邦就是其中一隻 如果你是List 我五大最值得做淡的股份 友邦其實是在List 裏面 另外四隻是哪個我很興趣 當然夾都夾到懷疑人生 那待會再說吧 你真的有興趣踏上去先 那你夾我們當然要是 當成這樣夾一定要認錯 我們在想發生什麼事 很大的成交 其實後來都解釋到的 後來終於會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八百幾點大家當然沒有感覺 就是我們說practically 怎麼會有人突然間帶位數 就是之前一年沒有拿著 我們說拿著這些友邦 科技股 內房股 但問題是機構投資者真的會這樣做的 就是他們會有條件拼搏 突然間有很大量的資金 而事實上你看回新聞上面也都在說 資金也是在美股上面 不是只是美股的 不用只是集中環球很多市場上面 但是由一些成熟市場回流 回到港股 新興市場上面 的確是有大量這些資金在 而對於外資來講 買港股 他們多數都未必買恆子 特別是機構投資者 他們很喜歡買一些MSCI在香港 那些相關指數上面 而MSCI在香港的友邦的比重 那個權重是誇張得很厲害 所以當資金流入那段時間 就推到友邦的股價十分之高 但是為什麼我看探友邦 原因就是我覺得 今年整個內地保險業 新業務價值增長都會比較慢 而友邦一直以來 在業績上面都沒有顯示 2021年放慢的風險因素在 所以友邦我什麼時候會投降 或者覺得看錯了 就是出現業績才會增長 如果短線純粹資金夾上去 會回落下來的 所以如果友邦你有貨的 我會建議86元做一個定車 落車位 就是100天線穿了 那時還未穿100天線 但是未來的逆市跌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從基本因素上面出發的 如果我覺得短線這段時間升上來 可能純粹是資金流變動的 但是你不要跟那些資金作對 那些資金作為短線炒 所以如果友邦我會建議 就是以86元作為一個落車位 其實之前80元 81元、82元 我都建議大家有得走就快點走 那當然這段時間就沒有升浪在那裡 但是長遠來說 雖然業績才會增長 有些事情就看得太短線 就不一定適合的 正如適合說 你看到只是說很短線投機的話 只有贏同輸的 那我是輸我的 但是你說中長線來講 就是從投資角度上出發 你真的不是亂賭錢的 友邦其實是否代表轉勢 或者基本因素上 我們看不到太多分別 柳邦在好友的方面來講 就是看好友邦的人 說來講的都是在說 內地還有很多據點 現在去到七、八個 我們經常都說 去到要拓展二、三線城市上面 那個難度是會比一線城市難很多 但是當然都可能會有增長空間 但面對著整個行業 內地的保險業 現在經濟不穩 其實資金沒有太多出路 有個通脹 或者經濟放緩的狀況在那裡 這個情況就令到整個保險業的保單銷售 今年其實都未必有太多氣息 在那裡 所以友邦都是 都無謂講那麼多 86元 100天線 作為一個落斜位 該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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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保安 過兒 好 好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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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